截至我们的节目播出之前 虽然相关的搜索 已经无法搜到该产品了 但是农业农村部的 序幕受依局的相关负责人表示说 非洲猪瘟疫苗的研制 历来是一个世界性难题 那截至目前 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 还没有一个批准上市销售 使用的非洲猪瘟疫苗 因此目前市面上 只要出现非洲猪瘟 中式苗 自家苗 走私苗 都是非法疫苗 军阴案假受药处理 请广大的养殖户们 来擦亮眼睛 警方上当受骗